牙龙下午发生了火患两间电污的三楼失火 民防部队出动了12辆消防工具和30多名消防人员协助灭火 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成功将火势扑灭 火患没有造成人员上亡 火灾下午发生在牙龙四项失火的是第45和第47号电污的三楼单位 民防部队在2点10分左右接获通报之后 派出了消防人员到场灭火 还出动高架水炮 当局也紧急疏散大约20名失火电污和附近单位的居民 民防部队说火势3点25分左右扑灭 至于失火原因还在调查当中